有一个学校,学生很多,有一天,老师教了学生一首诗,有五十多句,看起来很不容易背过。 老师对学生说,明天背诵,如果谁背的时候就有奖励。 其中有一个学生,向来大家叫他笨孩子,他自己就想,老师今天教的诗,恐怕孙子的孩子也背不过,我哪能有希望呢? 回到家以后,他垂着头皱着眉,如今打菜。 奶奶看到孙子垂头丧气,便问道,孩子,你为什么事不高兴? 这个孩子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奶奶。 小孩子说,我很笨,同学们都叫我笨孩子,那些聪明的孩子都可能背不过,那我就更不用说了。 这时,奶奶回头向墙上一看,正巧有一个蜗牛正在那里向上爬。 奶奶指着蜗牛向孩子说,你看这蜗牛的行动不是很慢吗? 但是,我知道,他只要专心向上爬,一定会爬到墙顶上去的。 现在,你来和他比赛比赛。 蜗牛上一块砖,你独一变诗。 笨小孩听了奶奶的话,心想,我不能同人比赛,难道还不能和蜗牛比赛吗? 他拿定主意,蜗牛上一块砖,他独一变诗。 不到蜗牛爬到墙顶,他就把诗背过了。 第二天,在课堂上,全班没有一个人能背下来这首诗,只有这个笨孩子熟练地背下来了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笨孩子,只有懒父母。 教育是一个循序先进的过程。 家长要首先给予孩子信心,然后去引导和激励孩子的学习动力和专心程度。 再做到笨鸟千飞,就一定能够成功。 你认同吗?认同的关注点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